在先前 社会懂了 地球的灾变了很多 在前面 二十八篇 末后佛告诉我 善男子 善女人 如果我们遇到极难恐怖 这个时候怎么办 阿弥陀佛教导我 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 你就能够得到解脱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时时刻刻记在心上 我们遇到危险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怎样化解 平常 念佛求生进度 要不要改念观音菩萨 不必要 还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 极难恐怖 佛劝导念观音菩萨 平时不念阿弥陀佛的 对他们讲的 因为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我身心专念阿弥陀佛 决定的神 这个我们要记住 我们遇到极难恐怖 我们念佛 不要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 用清净平等性 专念阿弥陀佛 问题自然化解 我们对这个要有坚定的信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